最近宣布再回江湖的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持续到各地跑行程 4号他到屏东县参观石斑鱼养殖并到宫庙参拜 当天他还在脸书发布 有关发展台湾经济的五大经济战略布局 要打造台湾下一个黄金30年 4号郭台铭来到屏东县东港知名的东农宫参拜 并跟庙方干部展开座谈 这也是他当天的第二个行程 稍早之前他先到附近的嘉东乡参观石斑鱼养殖 除了抨击台农业部门失职 郭台铭还给出承诺 将帮助渔民协商外销管道 除此之外 郭台铭还连续第四天在脸书发文 以五大经济战略布局 打造台湾下一个黄金30年为题 提出包括重塑台湾在全球经贸战略布局 思索三大产业次世代龙头明星 让台湾成为隐形冠军孵化器 关注民生经济 实现社会正义 民众共享经济果实 及创造两岸和平等五大主张 一系列动作又加深台媒 对他有意独立参选的猜测 台媒爆料指出 郭台铭曾跟台湾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谈合作 喊出让大哥先做四年 有媒体说您有跟柯P谈合作 先让你做四年 有这件事吗 谢谢 谢谢你们 自然就好了 在这段时间有各式各样的传闻 反正有时候这样 让大家勘当 就是说冷静一下 再走一个月看看 反正国民党也是7月23号 才要全贷费 还有时间 感谢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